这是举世敬仰的大思想大,胡氏博士的一项。 从民国初年在康兰尔做学生时候时,他就为学术文化的进步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而奋斗,到民国八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人。 英国二十九年,在驻美大使任内,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并且发挥了一个政治家的抱负。 十年后,在哥伦比亚讲学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三十五个博士学位的学者,在他一生中,一共得了三十六个博士学位。 一位贤内助江东秀女士和一个和乐的家庭,对于胡先生的志学为政都有帮助。 民国四十三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台北举行第二次大会。 胡适博士尤美反驳参加大会,并且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开幕式。 大会 和各省的议事代表高举着各省的地图模型进入会场,向大会致敬。 并且由他们的代表把一本效忠书呈给大会,由胡适博士代表大会接受。 接着,由主席团陪伴着蒋总统及夫人到达阳台,接受一万四千个反共议事的欢呼。 大会 大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胡适博士和其他代表一样,也投下最神圣的一票。 民国四十七年四月八号下午五点二十分,胡适博士同美国返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到机场欢迎这位著名学者的各界人士,有五百多人。 四月十号上午十点钟,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馆,举行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敬开第三次院士会议。 会议中,李济所长把庆祝胡博士六十五岁论文一册呈现给胡博士。 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时,蒋总统蒂林训话,参加这个典礼的各院部会首长、大学校长,以及教育界人士,共达三百多人。 民国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七号,是胡氏博士的六十八岁生日,也是国立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庭。 这天天气显得特别晴朗,胡博士早晨在书房里带着愉快的心情,教育师门五年纪,预备奔赠给朋友。 刚吃完早饭,朋友们纷纷从台北赶来南港给他拜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屋子里面挤满了客人,房子外面也摆满了鲜花。 在受理中,胡博士特别欣赏南港旧庄国民小学全体师生签名的寿品。 胡博士博士,引中网公司记者之请向大陆广播。 我们今天在自由中国纪念北大的六十年,我们纪念什么呢? 第二,我们要纪念有三点。第一,我们追念北京大学的过去。第二,我们可以说拍到北京大学的现代。第三,我们还要展望北京大学的将来。 在三百多位客人中,有的是政府首长,民意代表。 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 北大校友特别在这一天举办北京大学文献展览,庆祝六十周年校庆和胡博士的生日。 在展出的文献展览,在展出的文献中,有蔡元培,蒋蒙林校长的信诈,和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批判八大策,共有一百九十八万一千字。 当天下午三点钟,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台北静心乐园举行校庆,并为胡博士祝寿,由黄建中担任主席。 吴博士在会中,曾致辞感谢北大校友说。 今天是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纪念式,不是孝庆,是纪念式。 我们心里爱护的北大,我们天天忘不了的北大,在这个九年里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失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共有三百多人。 我们不忍,我们不忍给北大做孝庆。 吴博士在民国五十年三月,因为心脏病复发,又进入台大医院。 他的老友梅一齐博士,早在半年前就住进这个医院。 胡博士在病中想念他的老友,特别用录音想梅博士讲话。 半个月以后,胡博士康复出院。 胡博士康复出院。 日子了。 明天 darn不陽人ha intervene servantie fast. 允许在什么,搞掌 eso. 胡博士大学 tough like that job is burning with口 Princaille now. 他们说我现在胖,即使也好了,那天前天我都来做梦,我梦见了,我和你两个人都一块儿,都出了这个医院去了。 好啊,你还有一个,讲个笑话给你,讲着那个原因的先生来看我。 他临着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这个护士小姐,她说Doctor,我是一个超名医生。 我们的护士小姐问我这个超名医生,我说这话要发成白话,她说她是一个迷人。 我们的护士小姐,我叫她不要怕。 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号,中央研究院在菜园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由胡博士主持。 上午十点选举院士,下午举行酒会。 海内外学人齐起一堂,胡博士以欢乐的心情主持这个酒会。 下午六点二十分,酒会刚宣布散会,她还带着笑容和客人谈话的时候,她的心脏病突然复发。 不幸倒地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中央研究院 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从台北传播出去,举世哀悼。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给外交部长沈昌焕先生的言电里,给这位思想家与爱国者有极高的赞美。 说她具有勇气和智慧,领导世人为反抗压制人类精神者而奋斗,实在是本世纪不朽的伟人之一。 奖总统,除了班次智德兼龙匾额一方以外,还牵笔书写晚联,祷念胡博士。 广词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诗表。 3月1号,上午8点起,胡博士的仪容安置在极乐厅,供各界人士瞻仰平调,一天之内就有5万多人。 奖总统也于3月1号,亲临调恋这位伟大的学人。 3月2号举行公祭,各机关团体参加公祭的有70多个单位,晚账晚联一千多户,与记的人群都是红着眼眶面色肃穆。 1891年,12月17号,胡博士在上海出生,他在世整整70年中,是中国一大转变,大动荡的时代。 是中国一个前进的时代,也是中国一个遭遇挫折的时代。 是中国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中国一个蒙着黑暗的时代。 胡博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凭着他的勇气和智慧,他的坚强的乐观主义,鼓舞人们信心的一个人。 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里,他是一个最具有建设态度和远大见解的人。 1917年,结束他在美国的七年留学生活,回到中国。 他对祖国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倡白话文。 靠他和朋友以及信徒的努力,白话文时代代替了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而成为几亿中国人通用的工具。 这真是一个革命,而这个革命的种子,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时代所培养出来的。 胡博士不仅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行动的人。 1938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监微阶段里,他因国家的征兆担任驻美大使。 他以无限的智慧竭尽忠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四年。 在国人失去了方向和信心的时候,胡博士又拿出超然的精神,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旗帜下团结。 胡博士的终生梦想,是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殿下基础,使中国可以在现代世界学术发展中担当一份责任。 他生平最称赞的人物,是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创办人康乃尔,和美国教育改革家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创办人弗洛斯纳,以及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基尔曼。 也就因为这三个人的好榜样,鼓励他在1958年他66岁的时候,又从美国回到自由祖国。 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 由于他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贡献,胡博士的去世,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气不成声。 3月2号下午1点钟,陈诚副总统率领智商会全体委员公祭以后,就举行加帝。 大殿时,由罗嘉伦、陈雪平、杨亮公、毛泽水、四位先生,覆盖北大校旗和国旗。 下午2点,凌晨发引,伊陵南港中央研究院。 从南京东路,经过东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旁向胡博士凌晨致敬。 松山和南港的居民,对于这位市区的老邻居给予最大的敬意,纷纷摆设箱案举行路计。 林车到达中央研究院,由代理院长李继举行营灵式。 然后凌晨就被停放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室内。 五十一年十月十五号上午十点, 陈诚副总统,协同全体智商委员举行安葬典礼。 政府首长,各界人士,以及南港地方民众,参加这个肃穆庄严的安葬仪式。 在上午十一点半,这位一代大师被安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前的半山上。 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四号,是胡博士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上午十点,在中央研究院菜园培馆举行周年纪念。 由王世杰院长主继,毛子水教授和杨亮公教授,分别讲述胡博士的生平,有三百多人参加这个纪念会。 纪念会以后,大家都排队等候参观胡博士的住所,也就是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候的住社。 他的书房、卧房、餐室和遗物都按照胡博士去世的时候的原来位置,留给参观的人评调。 中央研究院长 赌物丝人将是我们永远怀念。 中央研究院长 许多人在参观纪念馆以后,读到墓地献花致敬。 中国公学在台全体师生献赠的铜像,由王云武先生主持揭幕典礼,在这一天有三千多人到墓地献花致敬。 成如,毛泽水教授在墓志明的最后一段说,我们相信,行河中要化灭,灵谷也会变异,但在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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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长